Hello 大家 我是Gigi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再过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我就要带两个宝宝回国一趟 所以最近呢就是在各种挖掘国内一些 比较好看的这种服饰类的品牌 那其中我一个牌子呢 我自己就特别特别的长草 叫这个Fabric 我个人对Fabric非常感兴趣的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我非常喜欢它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概念 它是跟全球大概有300多位 优秀的这种独立设计师进行一个合作 然后出一些限量类的这种单品 我觉得他们家的衣服 无论是它的一个设计感 还是说整体的一个质感 真的都非常的在线 他们家现在在北美也有这个官网了 所以我还蛮惊喜的 那我一共是挑选了8件单品 收到15以后 我跟大家说每一件我都非常的喜欢 所以就是很迫不及待的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那当然今天这支视频呢 不仅仅只是一个服饰类的review的分享 我还打算结合今年这个2024年的春夏流行趋势 分享其中六个 我认为普通人也能轻松驾驭的 今年春夏的流行元素 同样是一期干货视频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那首先第一个不得不提到的呢 就是玫瑰的元素 大家也可以看到 今年各大时装周的秀场上 无处不是玫瑰的身影啊 那尤其是以Sama Rocha为代表 从衣服啊到配饰到鞋子 通过各种巧妙的一个剪裁的设计 让玫瑰在身上开出无数绝美的一个样式 那我自己呢 是非常喜欢玫瑰的优雅美丽的 服饰上一般有这个玫瑰的元素呢 通常也会更加凸显出 女性比较浪漫优雅的一个气质 那我这次呢 也在Fabric找到了一件非常迷人的 玫瑰针织连衣裙 它的一个设计师呢 是有非常多在国际大派工作的一个经验的 那它在设计这条裙子的时候呢 是从这种古典花卉的油画中去获取灵感 然后在针织的单品上呢 去融入立体手工花卉的这种勾针的设计 会让整件连衣裙显得更加的鲜活 生动有趣 那这也是我个人认为 这条裙子上面最大的一个设计的亮点 当我们在走动的时候呢 身上的这些小的花束呢 其实也会跟着我们自然的晃动 我觉得是非常的有浪漫松弛的一个美感的 那另外我自己上身试穿这条裙子的一个感受呢 就是它把女性身材的这种曲线美真的勾勒得太好了 它呢是有一个自然的一个收腰 以及说一个合适的一个裙摆的长度的 它在里面是缝制了一条针织的这种小衬裙的 所以大家呢完全不用担心说它会走光的一个问题 而且因为它里面的这条小衬裙是做的这种针织的面料 所以是非常贴合我们的身形的 除了说是做到了不挑身材去穿 同时呢还会达到了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显瘦的一个效果 我个人是觉得这条裙子穿出去一定是一条回头绿满分的一条裙子 拍照呢也非常的好看 唯一比较需要注意的是 大家穿它的时候可能需要小心一点 因为它是这种纯手工的一个勾针 所以相对来讲如果说大家就是一不小心勾到的话 可能这个线就会出来 除了有白色还有另外一个黑色 我觉得那个黑色也挺好看的 就是看大家的喜好吧 那再来第二个今年春夏流行的元素呢 就是高腰长裤的回归 那相比起同样流行的这个超短裤 我觉得高腰长裤呢 就是一个无比好驾驭的一个流行元素了 任何人穿高腰长裤呢 其实都是非常的显瘦 而且显腿长的 那秀场上各大品牌呢 更是把这种高腰的一个设计是发挥到了极致啊 几乎是做成了胸以下都是腿的这种超高腰的一个设计 那我这次呢也在Fabit找到了一条我自己的本命牛仔裤 就是这一条 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 我觉得这条应该算是我衣橱里面数一数二 深得火星的一条牛仔裤 它呢是来自丹麦的一个设计师设计的 它的这个设计风格呢 整体来说都是非常时髦前卫的 那我觉得这条牛仔裤 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腰围的一个部分 它是运用了一种结构主义 把这个腰头的部分呢是做成了一个拼接的一个效果 那中间这一块呢 它是做了一个凸起的一个剪裁 所以从视觉效果上来看呢 它是更加拉高了我们的腰线的 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的有趣 那另外它这个裤腿的这个中间呢 是做了这种结构线的 所以让整条裤子呢会变得更加的立体 也会更加的显腿直 那包括它的这个裤脚呢 是做了一个复古的一个毛边的一个设计 配上裤子这种高腰裤腿裤的一个版型呢 我觉得穿在身上是显得非常的潇洒随性的 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它们家很多的单品其实都是有给 身材稍微娇小一点的女生 专门去设计这种petite size的 那像这样子的高腰牛仔裤 其实大家夏天的时候去搭配各种T恤啊 背心啊都非常的好看 那秋冬天的时候呢 大家在里面去搭配这种毛衣呢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这一次呢是挑了一件小香风的 这种粗花迷的马甲背心来给它搭配 那这件马甲背心呢 它的设计师其实本身就是在 CENEL高丁设计组 有非常多年的一个工作经验的 它的一个设计感呢 我觉得是非常优雅俐落的 版型呢是偏短版的一个剪裁 我觉得搭配高腰裤呢 是正好合适的 显得非常的鲜瘦精巧的感觉 那马甲背心上的这个五金呢 是搭配的是银色的一个金属的扣子 我觉得看起来呢 相对来说会更加的时髦年轻 包括它这个大方领的一个设计呢 其实也能更好地去露出 我们这个脖颈的一个线条 我觉得这一点呢 在显瘦的同时 其实也会显得更加的优雅大方的 那我个人是觉得这种马甲背心 在春夏天来说 它的一个时穿率一定是非常之高的 除了单穿它以外呢 其实大家还可以叠穿在 比方说像年衣曲呢 或者是背心的这种外面 其实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造型层次感 那第三个想要分享的 今年春夏的流行元素呢 就是精致的工艺设计 那今年秀场上的品牌设计师们呢 是用各种意想不到的这个材质 和工艺设计来点缀服装的 比如说呢 是用这种皮革去做出 看起来像羽毛的一个礼服 又比如说呢 是用这种旧的电影画报去融化成外套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是很难去触及到 如此耗费心力的一个设计的 但是其实这一点呢 也提醒了我们 就是总是在消费快捷上的 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应该冷静下来 偶尔呢 我们也可以去投资几件 有精致工艺设计的这种单品 或许呢 会更加符合长期主义审美的一个需求 那我个人觉得Fabrit的这条小黑裙呢 就是非常符合长期主义的一件单品 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一件 玫瑰的小白裙呢 其实是来自同一个设计师的 我个人其实还挺喜欢 这个设计师的作品的 我觉得他在设计衣服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懂得女生喜欢什么 以及说想要什么 那这条裙子呢 它上升以后就是 非常的摩登时尚的一个感觉 同时呢 又会显得非常的优雅大气 它的这个版型呢 是一个A字型的一个剪裁 那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版型剪裁呢 都是非常的藏肉显瘦的 包括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设计亮点呢 就是它整个裙身上的这个盘带绣花的一个工艺设计 我觉得看起来呢 真的是特别的精致 而且呢 也是非常符合现在新中式的 这样子的一个韵味的 那它的这个面料呢 是桑蚕丝加绵羊毛的一个面料 所以整体的这个裙子呢 是既有一定的这种挺阔度 同时呢 也是非常的显瘦的 穿在身上整个的这个质感非常的好 而且呢 也非常的舒适亲肤 真的是一条很值得大家去拥有的 很经典的小黑裙 那第四个今年春夏的流行元素呢 就是白色的连衣裙 其实每到春夏天 我相信大家都会或多或少的 去购入一些新的这个小白裙啊 我觉得小白裙真的算是 春夏天必备的一个单品吧 一上升就是迎面铺来的这种纯洁无瑕 那今年这个秀场上的小白裙呢 其实也是在这个材质的多样性上 以及说设计的工艺上呢 去下足了功夫 展现出了各种不同风格的一个白色连衣裙 那我自己呢是专门挑了一件很有度假氛围感的这个小白裙 那这条小白裙呢 大家除了可以穿去海边拍照以外呢 其实日常穿你去加个外套呢 也是很有这种城市的一个度假感的 他的这个设计师呢 曾经是在巴尔曼的这个副牌 担任过这个艺术总监的 我觉得他上升以后 其实还蛮有Chloe的一个感觉的 他的这个裙身上呢 是这种镂空绣花的一个设计 然后配上这种不规则的一个荷叶边的一个裙摆 所以这条裙子上升以后是非常有波西米亚风的 这种浪漫随性的感觉的 那另外呢 它是这种挂搏加吊带的设计 我觉得穿在身上还挺特别的 从后背去看呢 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流苏的点缀的 那腋下弧度的这个设计呢 也是我自己非常满意的一点啊 它这个荷叶边的设计是刚刚好能够遮住 我们这个腹的一个部分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版型是做得非常的好的 包括它的这个面料呢 是天丝麻混仿的 所以呢 上升以后真的很柔软顺滑 我觉得这条裙子穿在身上真的很飘逸灵动 整体就是非常的有这种少女 然后小清新的感觉 那再来第五个流行元素呢 就是90年代极简主义的风格 那我觉得这个流行元素呢 其实也是很符合Quiet Luxury的一个穿衣理念的 那所谓的极简主义的穿搭风格呢 其实就是以低调的这种中性色调为主 比如说像黑白灰 大地色系 像这样子的色系呢 既简单同时又非常的耐看 而且呢也会更加的去凸显出 衣服本身的一个质感 那么西装库呢 肯定是极简穿搭里面离不开的一样单品啊 那我这次在Fabrit挑的这条西装库呢 我觉得它整体的这个版型上市以后 是非常有The Road的一个风格的一条西装库 它的这个版型上市以后呢 非常的宽松阔腿 然后大腿这边呢 是做了一个打折的设计的 所以呢是非常的显瘦的 与任何身材的女生 都可以驾驭的一个裤子的类型 并且呢上市以后呢 就是瞬间会显得你的腿又长又直 那另外我觉得这条裤子 还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呢 是它的这个腰部呢 是做了一个双裤盘的一个设计 而且呢还配了一条这个腰带 所以呢会更多了一些细节的一个层次感 如果大家不喜欢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给取下来 或者说呢是在这个不同的一个部位 去进行一个打结 那整体呢就会增加更多的一个造型感 裤子的它的这个面料呢 是羊毛混仿的 我觉得它整体的这个垂坠感呢 是非常的好的 也很挺阔油形 不一皱 那它的这个颜色呢 是有点点带灰调的这种褐色 也是属于一个大地色系 所以整体看起来呢是非常的优雅 也很容易去进行一个搭配的 那我给这套裤子搭的呢 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红色的 伊自领的针织衫 那这件针织衫它的设计师呢 是MaxMera的一个自由设计师 我是觉得它对于简单的 这种单品的一个细节设计 以及说款式的这种剪裁上呢 它其实都非常的擅长 像这件针织衫呢 它上升以后就能够达到 合身但不紧身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呢大家就不用担心 针织衫容易显胖啊 显肚子的一个问题 那另外手臂的这个部分呢 相对来讲是做的比较的贴身的 而且它的这个衣袖呢 又是比较偏长 有一种自然褶皱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整体会显得 这个手臂的线条呢 更加的纤细修长 那我自己一直以来都是 非常喜欢穿这种 伊自领的一个设计的 其实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 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单品 因为像这样子的这种设计呢 除了说它能够大面积的 去露出更多脖颈的线条以外呢 逢时也会更加修饰我们的脸型 更加的显瘦 那这件它比较不一样的一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领口呢 其实是一个不对称的 一个立体的剪裁啊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自由调整 这个领口 你可以把它拉下一点 变成这种全路肩的一个设计 那也可以把它拉一半呢 去变成这种半路肩的一个款式 穿在身上呢 非常的慵懒 随性的一个感觉 那第六个也是今天 想跟大家分享的 最后一个流行的元素呢 就是流苏的设计 那今年秀场上出现的各种的流苏呢 真的是既精致又很滑贵的感觉 让这个衣服呢 瞬间就是变得更加的有生命力 更加的灵动 那我自己呢 这次在Fabrit挑了一条 我觉得是非常适合 日常去穿的一条 带有流苏设计的 这种针织的连衣裙 那它的这个设计师呢 是以玩牛仔而出名的 而且它跟Fabrit的这个合作呢 用的全部都是可循环的这种牛仔 那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这条针织裙 所以我还专门去搜了一下 它的这个设计师的一个同名品牌的一些设计的作品啊 我觉得它设计这个牛仔单品真的非常的有意思 我之后应该会去买它的这个同名的品牌的一些这个单品回来去尝试一下 那这条裙子它上升以后呢 我觉得是非常的显身材的 它是这种紧密的这种树坑条的一个针织的纹理 所以它上升以后呢 是一点都不会说显胖的 而且呢腰围这边呢 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收腰的设计 所以说它对这个身材曲线的一个勾勒呢 是特别明显的 那包括它这个领口呢 也是大方米的一个设计吧 所以说呢也是很显瘦的 而且我还很喜欢它这个肩带呢 是设计的比较宽的这种肩带的一个设计 这样子的设计呢 也是非常的好的 去能够遮住我们妇孺的一个部分的 包括它裙子的这个长度呢 是在膝盖上方的一个长度 所以说如果你是小个子的女生呢 其实穿这条裙子 它的一个裙长呢 也是完全能够驾驭得住的 那另外我还很喜欢它这个牛仔的这个蓝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呢 真的很时尚好看 而且穿上身上呢 也是非常的显年轻的 那另外很关键的一点呢 是它的这个流苏的这个设计呢 是看起来一点都不廉价的 而且呢也不会说很夸张 那么以上就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大家看了今天的视频后 有没有特别种草其中的哪样单品 那我呢会把所有这个单品的一个信息 包括这个尺码 以及说它的一个购买的链接呢 都会放在我的这个信息栏里面 以及说这个评论的一个置顶区 如果大家呢有任何其他的这个问题呢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都会及时的回复大家的 那下期视频呢 应该会是一期内容非常丰富的 一个近期购物分享来的视频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就麻烦给我的这支视频按一个赞 然后点击小铃铛 订阅我的频道 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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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